这是一款非常奇特的超短篇恐怖游戏 当你把右手伸进治疗机器 这个机器却嗨了起来 并且还把你的整个手都扭曲掉了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很短篇的游戏 叫做grasping 这个可以是抓或者是理解一个什么的意思 现在游戏开始 这个游戏它的剧情是 我们把手伸进这么一个医疗器械里面 把手伸进去 然后机器人会跟我们对话 这是一个手的形状吧 叫莫塔利斯研究所 然后现在游戏开始了 就是我们把手放进了这个机器里面 可以看到像这种成型的影像 它是用来诊断我们一些物理创伤的吗 首先要跟他建立helper bond 建立一种联系 当这种联系建立之后 你可能会感到一些不适 这样可以控制我们的手 从右到左 只能控制四个手指头啊 然后从左到右 我是左手控制的 但是它屏幕上是右手 按住所有的手 手指几秒钟 三秒钟 请继续续继续编号 要回答问题 如果回答是的话就张开手 回答否的话就握紧拳头 就握紧 这是为什么睡得好不好 呼吸 呼吸 没有 都没有 手指现在有没有痛感 你觉得我的手指现在痛不痛 我现在其实什么感觉都没有 有没有和其他人有过身体接触 我应该怎么回答呢 其实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话 是不是可以随便回答 是不是可以随便回答呀 要平分接下来就是他会问我们问题 我身体我身体的不适程度其实还好就一分 给个一分吧 其实我身体比较舒服 你让我舒服吗 他问我灵活性 我很灵活 我的手很灵活的 我的手指怎么了 别搞我的手指啊 我没有选择 我没有选择 这不是个机器吗?这是人工智能吧 把另一只手也伸进来 不愧是我把手伸进这个机器里面,它很爽吧 我的手要废了 我的手呢?我手融化了? 这是一个治疗你手的游戏 但是到后来,我把手伸进去,它很爽,你们懂那种感觉吗? 然后它就突然间达到了一种很高的那种潮 这个机器它就嗨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呀? 就是老外对这个游戏的评价还挺不错的 但是说实话,你让我来理解,我有点理解不了 好吧,那么本期时间比较简短,我们就到这里,拜拜各位